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息的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台房子是一套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在售 因为这个小区已经完全完工了 所以这个样板间现在在卖 这个样板间的面积是4800多尺 然后五个卧室四个半洗手间 然后这个样板间的售价是69万9千美金 其实这个样板间已经稍微降点价了 它之前是75万左右的一个配置 因为样板间本身就是想卖完了之后 赶紧开发商就撤出这个小区了 所以现在它的售价是69万9千美金 当然现在是不包含这些家居的 我所拍的所有的房子都不包含家居 起码这个价格不包含家居 如果你想买家居的话 我们可以再跟卖家商议怎么样留下家居 然后留下家居是多少钱 但是如果是样板间的话 好处就是它的所有的 像这些窗帘 我们后头看的这些 窗帘啊什么的这些是留下的 只要不拆螺丝就能留下的东西 样板间都是给你留下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为什么69万9千 我觉得很推荐呢 是因为这个样板间的宽区非常宽 这是一个80尺的房子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房宽非常宽 那这个房子的占地也很大 而且后面是没有邻居的 整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后院也给做了 把大padeo啊小植物的绿化都给做好了 所以说您可以说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弄了 这就是样板间的好处 然后这个房子离我现在住的房子就很近 如果你买这个的话就可以跟我做邻居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随时加我微信或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先看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了 这个宽区是80尺的 80尺的宽区都是豪宅的配置 你看它的平铺三车库有多么宽 因为我在视频上 所以您可能没有感觉到它多么大 但其实如果说您是现场过来看这个房子的话 您会感觉到它比正常的一般我们看的60尺70尺的房子要大很多 门牌号非常好 16610 然后所有的密码锁都是配置好了的 一打开门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看的这个样板间跟很多我们之前看的房子都很不一样 你看它的楼梯在这边 我们之前看的所有的房子 基本上楼梯是一地门或者是在侧边 但是这个楼梯不一样 它在一个主餐厅的旁边 然后在右手边是一个书房 然后这个房子呢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看它楼梯下面 楼梯下面是一个这样的酒棍 打开 灯我都没有开 因为这房子很亮堂的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没有任何滤镜的 很好的效果的这种 所以你看它的酒棍还有两个小窗户 所以其实就很亮堂 您在这个视频上当中看到的还稍微暗一点 我现实生活中会看到的会更亮堂 这个酒棍就属于这个很高端的配置 很有意思 那我们现在呢先去里面住客厅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到了它的大大的住客厅了 你看它的调高 你看它的调高 是一直通过来的调高 非常亮堂 外面也很美 你看它的院子外面是个湖 而且它院子很大 看到没有 院子非常大 我现在在这个方位就亮好多了 整个大的客厅是这样的感觉 好排畅的那种亮堂 有没有 这个样板间 这个80多尺大宽具的样板间 69万9千美金的这个报价 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我现在您看到的这个电视 这个电视是一个70寸的 您感谢 在我的视频当中就显得这么小 其实它是个70寸的大电视 就可见这个客厅有多大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有多大 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参照物 要不然您真的是感觉 不如它有多大 您看我这个大的按台的我手机 看到我手机吗 我这是个iPhone 我这是个iPhoneX 你看它有多宽 有多少个手机那么大 大按台 您就知道这个厨房有多大了 真的是好大 我们再过来看 看这个厨房的炉灶 五灶 然后呢上面也是一个 这样子的抽烟机的地方 您可以把这拆掉 然后装上中式抽烟机 从这边走过来 你就可以上二楼 或者是到我们刚才说的门口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先去这一面看一下 右手边 早餐厅 早餐厅就可以出院子 最后我们去看院子 在我这边走 走到这边呢 是有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那个那个那个 卧室啊 客卧 sorry 这个客卧面积也是很大的 带着 洗手间 而且你看样板间的好处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最高端的 所有的台面 包括厨子 就连客位的厨子 都是实木的 客位的洗手间 是有窗户的 然后呢 整个这个客房 有一个小的窗户 保证你的隐秘性 客房出来的位置 是一个客位 它这些大理石都用的非常好的 这种全都升级成实木的橱棍 实木橱棍 基本上都是在第五等级 做的橱棍 然后升级实木橱棍 每一个就要加几千美金 现在我们去另外一面 就是主卧的里 这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主卧 好 这就是我们来到了主卧 我现在一点灯都没有开 一点灯都没有开 然后呢 我从有窗户的这边拍过来 您看一下 就亮堂很多了 因为我一点灯都没有开 上面那大灯都没有开 就开了这个台灯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洗手间 很宽敞的大洗手间 都是升级的非常高端的 这种大理石贴模 贴的这个浴缸 然后非常大 高大的一个淋浴间 然后呢 再往里走 就是衣帽间 用一个镜子区分了左右 衣帽间 然后衣帽间的旁边 还有一个储藏室 把储藏室放在那里 衣帽间 而且衣帽间没有开 灯 衣帽间是有窗户 所以这个房子的窗户很多 很漂亮 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 这个房子的挑高非常高 它的主卧的挑高也很高 所有的装修升级 都是很讲究的 好了 这就是一楼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一楼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厨房 往里走的这一面 其实这一面呢 就是车库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厨房 往里走的这一面 这边是一个大的储藏室 就是你摆放柴米油盐的地方 还有多大 柴米油盐酱醋 都是摆在这儿的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也非常的大 而且洗衣房配了台子 这些岸台也全都是石木 所有的台子都是石木 开了窗户 好了 这一边从洗衣房走过来的这一面 就是三个大车库 三个很大的车库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好了 我们来到了二楼 一到了二楼的话呢 右手边先看到的是一个大书房 这是一个很规矩的书房 弄得也很漂亮 然后再往前走 分了左右两侧 我们先在右侧的看 一个洗手间里面是共用的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刚才的那个卧室 一个很大 可以做卧室 也可以做game room的一房间 因为它都带窗户 它带两面窗户 这边一面窗户 这边一面窗户 这个设计 很采光性 非常好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采用了两集的分级放映厅 这边一节 两节 分节放映厅 再往这边看过来 一个大的game room 然后呢 大的game room 这边还有一个储藏室 便宜你储藏一些碟片 或者是你要放头领衣的话 在上面 也都设置好了位置 然后呢 另外一个房间 就是一个真完整的卧室 但它都非常的大 这个几个卧室 一个完整的卧室 共用的洗手间 好了 现在我们去这个房子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到了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这很明显是卧室共用的洗手间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卧室 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卧室 我们先看右边这一个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看左边这个卧室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的室内 现在就让我们去院子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院子有多漂亮 好 现在让我们上院子看一下 院子 因为它是要门家嘛 所以院子都做好了 室外厨房大的padeo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padeo 室外厨房 这样看过来一个大padeo 如果您搞个party什么的真的绰绰有余 非常的好 然后呢再往外走 就看到这是一个大院子 而且它都做好了这种烧烤用的 这种炉灶什么的 我们走过来看外面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院子 因为这个院子后院没有邻居 您知道美国人非常讲究这个隐秘性 如果后院没有邻居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项目 这就是院子后面的小湖 那个是白鹿 上一个视频当中好多人纠正了我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 说错了 然后我们看到那边黄色的那个小亭子 那就是一个公共的泳池和游玩的区域 然后再看过来 这就是样板间的大院子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宽距宽 所以你看它离每一个 它的邻居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远 这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小区已经完善了 所以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你入住的时候 就是小区完全结束的 你又住了新房子 又住了生计配置非常好的房子 然后又不用再听周围噼里啪浪的建房子的声音 所以呢买样板间的好处也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有兴趣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和关注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